立足长远来看 俄罗斯在与北约的较量之中是落了下风的 随着北约东扩的进程的加速 俄罗斯周边的卫星国已被北约拉拢殆尽 目前 就连乌克兰这唯一一个俄 与北约之间仅剩的缓冲区 也日渐投入了西方的怀抱 日前 又有更加不利于俄罗斯的消息传来 3月21日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 乌克兰政府投票表决 以全票轰过赞成终止 2011-2020年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 常言道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 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看 如果两国尽管在外交甚至军事上 有一定矛盾或冲突 但经济方面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话 两国是不大可能彻底走向决裂的 仍然还存在重归于好的可能 如今 乌克兰毅然决然从经济方面完成了与俄罗斯之间的切割 说明了作为前苏联解体后产生的两个最大的国家 乌克兰与俄罗斯这次是要正式彻底分道扬镳了 同时 也说明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较量将会变得更直接更激烈 会处于一种短兵相接的状态 其实乌克兰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稍早之前就已经露出了种种迹象 其中 本月12日发生的一件大事可以视为最关键的一步 当天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第一副议长格拉仙科表示 乌克兰的申请国身份已经被北约各国承认了 格拉仙科还称 这是乌克兰加入北约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虽说这还并不能代表乌克兰已经正式加入了北约 但由此可以看出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至于为什么乌克兰与北约建航渐进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中就离不开北约在俄乌关系中的上下起手 乌克兰本来就一直在向东走还是向西走之间摇摆不定 而在西方国家的挑唆与拉拢之下 便爆发了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 与俄试图发展友好关系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被罢免 随后俄罗斯报复性地收回了克里米亚 从此以后 俄乌两国关系就再也没有恢复过 甚至在乌克兰东部依然还有俄乌之间的军事冲突存在 近段时间以来 作为北约老大的美国仍然还在不遗余力地试图挑起事端 试图将俄乌之间的冲突扩大化 去年12月份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批准了要向乌克兰提供一批武器的决议 并声称是为了助其尽快解决东部的冲突问题 今年3月2日 美国更是向乌克兰出售了37套标枪 反坦克导弹并210枚相匹配的导弹 另外还有消息传来 美国正在乌克兰西部的某训练场帮助乌官兵提供军事培训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手将乌克兰拉进了自己的阵营 但也可以说是将乌克兰推进了一个火炕 因为这么多年来 北约与俄罗斯的博弈虽然一直没有断过 但从军事层面上看 也几乎没有直接交锋过 而乌克兰投入北约的怀抱 便为北约与俄之间的军事较量提供了可能性 乌克兰彻底导向北约本来就是俄罗斯不能容忍的事 如今乌克兰自动退路 公然宣布与俄断绝经济合作 那么也让刚刚上任的普京在对此实施反制措施时 就变得毫无顾忌了 因此乌克兰与俄中止经济合作并导向西方 无疑会把自己变成俄与北约展开较量的阵地 这显然是自觉坟墓的行为 总之 不管乌克兰将来命运如何 乌克兰如此无视俄罗斯的感受而彻底导向北约 这对刚刚连任俄总统的普京都是一个重大打击与考验 敬发,优优独播剧场——着陷阶 敬发,伤疾,罗资格兰 除了酷到 敬发,伤疾,罗赫兰 敬发,伤疾,庇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